她是让一婚男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 她将亲身男友砍成了恩快 接着将尸块砌进了墙里后 含着泪转身离去 事后她表示这样做的目的 只是因为太爱男友 可让死者家属想不通的是 如此丧尽天良的处生 法院竟然对其轻判 就连东拼西凑勉强凑够的尸体 也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活化 这就是湖南美女医师杀人碎尸案 该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轰动 最终在媒体及网友的关注之下 女子被成功送上了西田 2010年7月25日 湖南省嘉河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 报案人称24岁的刘军 于22号晚上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据查刘军是陈州市一家医院的医生 由于职业性质 平时他从来都不会关机 可最近几天他的手机却一直打不通 此时的民警意识到 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失踪案 于是对刘军的行风轨迹进行了调查 通过对大量监控的排查 很快他们发现 22号晚上9点多钟 刘军进入了嘉河县某酒店201号房间 随即民警对监控进行盗查 发现在20分钟前 还有一名女子也进入了这个房间 经过家属的辨认 此人正是刘军女友胡方 经过对酒店监控的反复观看 民警发现 胡方先是来到酒店开好房间 等着刘军入住 可刘军进入201号房间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反而是胡方在大半夜来回走出了酒店好几次 期间他还拉回了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直到第二天一打走 他将行李箱推出了酒店 并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 将箱子抬上了出租车 综合这些线索 警方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杀过人的粉丝都知道 行李箱是抛尸三件套之手 有他的出现 往往事情就不会太简单 所以接下来 民警立即来到了该酒店201号房间 并在房间里进行了仔细的查找 很快他们在卫生间的角落里 发现了一些明显的血迹 后经比对 这些血迹正是刘军所留下的 此时警方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那就是刘军很有可能已经遇害 并且他的女友胡方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于是民警立即赶往胡方家中 将这个娇小的女友抓回局子里 刚开始胡方拒不承认自己杀害男友的事实 但当警方把吕合金一样的证据摆出来时 他只能老是承认了杀害男友的事实 当听完胡方讲述杀害男友的整个过程时 所有民警直呼炸毛 因为他们无法想象 眼前这个看上去小巧可爱的女孩 竟然会是一起杀人随尸的凶手 据胡方交代 他与刘军不仅是发小 而且是初中和高中的同学 两人可以算是青梅家竹马 高中毕业后 两人都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新一的一科大学 之后的日子 两人确定了关系 五年后两人相继毕业 刘军成为了嘉河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 而胡方则是称州市一家医院的药剂师 刚开始两人感情甚好 时常会开个酒店做点让人害羞的事情 然而时间一长 两人却因各种琐事吵得不可开交 实在过不下去时 刘军便提出了分手 当时的胡方也同意了分手 并含着泪拿走了刘军给的一万元分手费 但没过几天 胡方是越想越气 他认为自己被这样强迫分手非常不值 况且他一直深爱着刘军 于是他将刘军邀请到了酒店里 刚开始胡方极力请求刘军与自己附和 可不料此时的刘军执意分手 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这一刻胡方心里非常气愤 他决定要报复这个男人 于是用早已准备好的忘仔牛奶 递到了刘军手中 当时刘军并未多想一口喝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瓶牛奶里 胡方竟加了二十片安眠药 很快刘军便一头倒在了床上 此时的胡方看到这个自己深爱的男子 他开始有了别样的想法 于是他猛然起身 坐到了刘军身上 接着拿起枕头捂在了刘军头上 整整几分钟时间 胡方用尽了所有力气 就这样刘军被这个小女友强制报废 事后胡方看到漫漫凉透的男友 他的心里五味杂沉 作为一名职业医生 他很清楚杀人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 但目已成舟 他也没有任何退路 可由于自己短小精湛 对于这个尸体他根本无法搬动 一番思索之后 他决定用自己专业的解剖技能 亲手将心爱的男人进行了肢解 接着分多次带出了酒店 并找到一处风水宝地 先是用石头将尸体砌了进去 随后又拿来砖块水泥 对尸体进行了二次加固 案件到此终于水落石出 但对于家属来说 他们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刚开始刘军的家属一致认为 胡方应该是死刑无疑 可无奈一审 却判决胡方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这让刘家人无法接受 根本就无法接受 当时判决书上有著名 胡方认罪毁罪态度良好 且积极赔偿死者家属 因此有从亲情解 当时刘家人看到这份判决时 活冒了三丈高 自始至终别说赔偿 就连一句道歉他们也没有听到过 甚至刘家人找到胡方父母谈判 赔偿试一试 对方也是谎称不在家 此时的刘家人非常气愤 决定立即提起上诉 希望判处胡方死刑 然而更让他人意外的是 就在这时毕仪馆传来了一条消息 那个尸体本身就不完整的刘军 竟然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 进行了火化 此时刘家人从愤怒变成了疯狂 此时的刘家人搞不明白 到底谁这么大胆 竟会莫名其妙地将刘军给火化了 为了搞清楚这个事情 刘家人对胡方的亲戚做了调查 果然他们发现一个重要情报 胡方的亲叔叔胡平忠 竟是法院的副院长 此刻他们终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向各大媒体以及网络上发布信息 请求大家的帮助 很快该起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最终迫于压力 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抗诉 很快美女一时杀人随时案 在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可此时的胡方却是当庭翻供 他成那天去酒店里 那瓶产有安眠药的旺载 其实是他准备自杀喝的 因为他想用自杀的方式逼迫刘军附和 对于分尸的原因 他也辩解是因为太爱刘军 因为刘军生前想要去东湖游玩 所以为了方便携带 他不得已对其进行了分解 面对这样荒唐的解释 法院并未进行采纳 最终胡方已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并于2013年初执行了死刑 到此整个案件才算真正结束 本起案件提醒评论区的男粉丝们 男人出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